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空灵讲堂又跟大家见面了 今天带领大家一起来到文书院三大试殿的后面 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这尊韦陀菩萨 相信各位在日常生活中听过这样一句话 叫做不看身面看佛面 其实这句话的背后便和韦陀菩萨息息相关 怎么说 韦陀菩萨其实又被称之为韦陀天 在过去世的时候 韦陀菩萨他是印度婆罗门教的天神 后来被佛教所吸收 成为护法诸天 他同样也是金刚力士的代表之一 那么我们为什么讲韦陀菩萨是第一护法天神 其实各位知道当释迦牟尼佛列盘之时产生了许多份舍利 众天神与国王都在商量如何分取这些舍利并见他供奉 此刻便有一只毒刹鬼 他趁大家不注意偷取了一颗佛牙舍利 于是此刻便是我们的戒尊韦陀菩萨 他奋起直追 将毒刹鬼抓住 并夺取回了这份舍利 众天神和国王都感叹韦陀菩萨的神通 认为他能够驱除邪魔 保护佛法 所以说韦陀菩萨又被称之为 佛教里面的第一护法天神 据经典记载 韦陀菩萨常在娑婆世界守护三洲 分别是东圣神洲 西游鹤洲 以及南瞻步洲 所以说经常我们会在 韦陀菩萨的塑像前面的 牌匾或银链 看到这几个字 三洲感应 韦陀菩萨他曾已发下大院 要护持贤解里面的 999尊佛出世 为他们做护法 所以说韦陀菩萨 也是贤解里面的最后一尊佛 叫做楼智佛 其实韦陀菩萨在成佛之前 他是一名金刚立士 视线的是护法相 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 韦陀菩萨他是 头戴凤翅兜谋盔 身着夹肘 手持金刚宝竹的 将军僧的形象 各位要知道 其实韦陀菩萨 他早在宝华流离佛会上 便成道 称之为 蒲眼菩萨 而在释迦佛会上 称之为 真童僧菩萨 从这个名号我们可以看到 韦陀菩萨的面容 跟孩童的形象 非常相似 面如童子 以表内心对佛教的赤子之心 手持金刚宝楚 表示他有能力 吹斜伏证 守护证法 如果我们用一句话来 记住韦陀菩萨的样貌 便是一半童真 一半威武 如果我们用两个词 来记住韦陀菩萨的事迹 便是 驱除邪魔 不持正法 说到韦陀菩萨的照相 就不得不给大家讲讲 文书院韦陀菩萨 造相的故事 位于文书院三大试炼 后面的韦陀菩萨 为同才智 高两米 道光九年 也就是1829年的时候断注 这种韦陀菩萨在立上的时候 塑造非常棘手 因为塑造的模型 不仅要由童真犯恨的 年少慈祥目光 又要显示出 护法神威武勇猛的状态 如果不是记忆高超的雕塑家 很难胜任 因此 相传在制造过程中 屡成屡败 数次反攻 正在大家束手无策的时候 突然 一位远道而来的挂单身 自告奋勇 神乎其迹地完成了 这一塑像所有的工程 筑成后便不辞而别 要无消息 因此 后人便纷纷认为 这是韦陀菩萨 自己画像而来 帮助寺院解决了树上的难题 按照佛教寺院的建设 韦陀菩萨像 一般是被供奉在天王殿的背后 它的正面朝向大雄宝殿 信心的朋友一定会发现 寺院的菩萨像都是 面朝三门入口的方向 而唯有 韦陀菩萨是背对三门 面朝释迦牟尼佛 这就是不看身面看佛面 韦陀菩萨为什么要 不看身面看佛面呢 相传韦陀菩萨在护持佛法 除恶阳善的时候非常严厉 只要看到有人做恶事 就一定要惩罚 这样一来 那些往往有悔过之心的人 会受到非常严厉的陈处 这与佛教慈悲度众生的教义 有些相为 于是释迦牟尼佛便将 韦陀菩萨放在了他的面前 让他面向大雄宝殿 在施法的时候 要看一下佛陀再做决定 所以不看身面看佛面 便有了放人一马 给对方改过自心的机会的含义所在 当然 文书院的韦陀菩萨可不仅仅只是在大雄宝殿看佛面 在文书院的禅堂对面也树有一尊韦陀菩萨 大家应该知道 禅堂是僧人禅修的地方 此处安放韦陀菩萨的像 有守护僧人修行的意思 在文书院曾经保留对面 还有一尊韦陀菩萨像 寺院的藏经楼 适用于储藏佛法典籍的地方 这里安放韦陀菩萨像 有守护佛法的意思 再加上大雄宝殿对面的这尊照相 可见韦陀菩萨有 顾持佛法身三宝的作用 文书院的方丈中信大和尚 曾幽默地将文书院的韦陀菩萨 称为安保队长 可见寺院的安稳和谐 得益于这位菩萨的发心 我们之所以要礼拜韦陀菩萨 正是要学习他这种勇于担当 敢于奉献的精神 当我们在工作学习和生活中 遭遇违缘感受困苦之际 就要想想这位勇猛威武 且一脸同真的韦陀菩萨 用他一半的威武加持我们 升起浩然之际 无惧微烂 用另一半的童真 加持我们心力纯洁善良 永保一颗世子之心 小荞兰 一颗月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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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